摄像师捡到一部相机 一打听发现是个价值不菲的宝贝 可没想到那以后快势不断 每晚噩梦不止还梦到自己的葬礼 每天照相的时候还有黑影晃过 身后呢总有个影子跟踪自己 难道是有人盯上了这台相机 阿宇呢是一个相机发烧友 这天他带着模特去温泉拍照 拍完后啊几人去到一个山崖 发现崖边有一对情侣在拍照 阿宇看了一眼发现那男人的相机很特别 但几人没太在意 另寻了一个地点进行拍摄 趁着模特换衣服阿宇无所事事的 挽起了相机 却发现刚才那对情侣不见了 现场呢只剩下那台相机 拍摄结束后 几人再次经过那片悬崖 阿宇悄悄拿走了那台相机 回到家他就兴奋的把玩起来 但他却发现这部相机呀没有商标 这时女友回来了 说自己要去外地拍广告 阿宇听就要补偿 先和女友腻外够了再说 当晚阿宇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用捡回来那台相机拍照 可一眨眼相机就不见了 他四处寻找 发现一个白人拿着那台相机 赶紧上前抢却摔了一跤 一抬头 那人将相机砸向了自己 阿宇被噩梦惊醒 他赶紧查看相机 发现相机还好好地躺在自己包里呢 他松了一口气 这时他发现相机里有胶卷 好奇地开始洗照片 室内对在悬崖边拍照的情侣 俩人很开心亲密的样子 可是接下来 二人的表情骤变 他们神色惊恐往后仰去 很明显啊 这对小情侣掉下了山崖 而这一瞬间呢 恰好被相机抓拍到 第二天阿宇来到那片山崖 可是崖底并没有那对情侣的尸体 正疑惑的时候呢 突然一阵眩晕 阿宇不慎滚下悬崖 好在及时拉住藤外 爬了上来 但他又实在疑惑 如果这对情侣并没有掉下山崖 那他们又为何消失不见了 之后他来到相机店 询问老板那台相机的来历 可老板呢 也一头雾水 不过看样子啊 应该是德国货 反正呢 挺值钱的 阿宇只好回到家 再次研究起那些照片 这时他发现 电视上的新闻 正在播报一对男女掉下山崖 原来啊 这对情侣真的坠崖了 那他们又是怎么坠崖的呢 难道他们遇上了歹徒 可是相机里 为什么一点歹徒的踪影也没有呢 而且歹徒行完凶之后 为何还像这么值钱的相机留在原地 其中啊 必有蹊跷 阿宇不停翻阅这些相片 妄图从里面看出些什么 突然他发现 这对情侣的背后 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难道这就是凶手 可无论他怎么重新冲洗 也无法看清那个影子的真面目 这件事情呢 严重影响了阿宇的日常生活 他晚上做噩梦 梦到自己被那对情侣的鬼魂纠缠 甚至在白天工作的时候也产生幻觉 总觉得呀 有个黑影从自己的镜头下晃过 可同事都看不见那个黑影 起初阿宇还安慰自己 可那个黑影越来越大 到最后阿宇甚至没办法工作 晚上回家路上 他感觉有人在跟踪自己 一回头发现墙角处有个影子 他赶紧跑进大楼 摁下电梯 可是很快 那个黑影也来到了大楼里 而电梯迟迟不来 阿宇只好爬楼梯上去 没想到那个黑影竟然追了上来 阿宇加快脚步跑回家锁上门 好在身后的黑影没再追来 他洗了把脸冷静了一下 把白天拍摄的那些照片洗出来 开始研究起 那个从画面下跑过的黑影 他猜想啊 这个黑影会不会和那对小情侣 背后的黑影是同一个人 带着疑惑他睡了过去 可这次他竟然梦到了自己的葬礼 女友穿着黑色礼服来为他出币 他醒过来发现女友回来了 可女友竟然和梦中穿的一模一样 这时他发现那对情侣背后的黑影 竟然变成了自己的脸 意识到是这部相机有问题 第二天他带着相机来到山崖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相机的主人 谁知那对情侣的鬼魂出现在相机里 紧接着二鬼发出凄厉的嚎叫 阿宇惊恐的捂住耳朵 这下他确信了这部相机是个不祥之物 于是将相机拿去卖掉 回到家一看 相片上的自己消失不见了 看来自己送走了门神 阿宇开心的庆祝起来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他生日这天 女友给他送了一个礼物 竟然就是那台被他卖掉的相机 阿宇一看惊恐万分 果然这相机一回到他手里 照片上又出现了他的脸 女友一看他崩溃的样子 急忙追问怎么了 他只好把一切告诉给女友 女友也觉得这台相机邪门 于是二人将相机丢到了垃圾桶里 可晚上阿宇一直做噩梦 怎么也睡不好 为了彻底解决 他只好把相机捡回来 和女友再次来到山崖 希望能等到相机的主人出现 可是等了许久 也没出现半个影子 女友不带烦了 先下山去买水 这时山里起了大雾 阿宇看到雾里出现两个影子 这不是那天坠崖那对情侣吗 阿宇质问二鬼 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照片上 为什么他们要纠缠着自己 可那二鬼一言不答 静止逼向他 直到阿宇掉下悬崖 而这一瞬间也被相机拍了下来 之后女友和亲朋来追到他 这场景和他梦里的一模一样 原来那台相机竟然是记录死亡瞬间的相机 不知道之后又是哪个相机发烧友 会走进这台相机的死亡陷阱里呢 相中人讲述一个相机爱好者 因为贪图便宜 拿走一部无主的相机 结果引发悲剧的一个故事 说来说去还是警告人们 不要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